中星控股00881主要业务为汽车销售及服务,服务网络遍布全国24个省,直轻市及自治区,超过90个城市,经销店总数达386家,其中包括229家豪华品牌经销店及157家中高端品牌经销店。 集团首9个月销售数据理想,新车销量达39.3075万两,按年增加约18%,尤其是豪华品牌新车销量达22.6888万两,按年增加约21%及二手车交易量达9.9719万两,增加约42%,虽然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导致供应中断, 令集团第三季度新车销量同比减少约14%,尤其是豪华品牌新车销量同比减少约13%,但市场对豪华车需求依然强劲,中兴拥有的新车库全具优势,客户愿意支付日价购买,所以集团能够通过更有利的定价条件使第三季度新车销量的无利率及无利得到大幅增长。 反映集团的销售策略成功及执行力较强,值得留意的是,集团收购的人夫中国已于今年下半年完成。 后者是内地领先的宾池经销商,在华南和华西市场的区域有领导地位,完成收购后,中兴集团在宾池品牌市场份额将大幅提升6个百分点至约18%, 进一步强化集团在宾池品牌第二大经销商的市场地位,同时巩固了集团在华南和华西西分市场的区域龙头地位。 预料收购将从地域聚合及深化汽车金融、保险、售后及二手车渗透率中,产生大幅收入增长。 此外,仁夫中国拥有一个成熟及新增,在建经销店的均衡组合。 大多数成熟的经销店已经营十年以上,盈利能力强及具有强大稳健的现金流,有利进一步提升集团现金流。 集团亦可通过重整后勤支援职能部门的资源,折省成本,产生成本协同效应,另变商,经济数据方面。 中国下周一公布第三季GDP及9月零售销售,工业生产,失业率,国际方面,美国周四公布新生及持续新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下周五为10月Market尾,德、欧元区,英制造业,服务业及综合PMI数据出楼日子,都要盯紧。 下周一公布公布内,德、欧元医博相墨盟有義益 Feelings and Worket尾,德、欧元区,杨幻空缴有利进行客人数。 下周一公布公布内,德、欧元区,参考兴艾,德、欧元区、金管达人文区,警察和美国安医博相墨盟的非合格宣都一批分色, 下周一公布内,德、欧元区的表面区,低限定人数。 下周五为20月,七公布投票,六周五为11当时,我们有民主联合广地的时间。